8月11日,原香港大公报社长费一名之女费费在港出席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活动时表示,自己曾拜访过周总理,周总理的教会变色自己一生。 我吃完饭以后,总理就是匆匆忙忙地赶回来了。总理跟我们五个孩子说了一段话,这段话对我一生来讲就是一个鞭策,我相信对你们也会是一个启发,一个鼓励。 总理就讲了三句话,第一句,你们要出污泥而不然,利污泥而不然。 广东西话就是站在那个铃花那个池里面,全部都是耐力的,但你还是干净的出来,利污泥而不然,这是第一句话。 第二句话就是因为是针对我哥哥说,我哥哥是在法国读完的博士,回到香港,他就跟总理讲,我想到新疆去干革命。 总理就跟他说,你们要胸怀祖国,眼观全球。 第三句话就是说,你们要晚婚,晚婚。 所以我们五个孩子都是二十九岁以后才结婚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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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